我在时光的流年里,静待春暖花开。 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刚查出怀孕的没几天,男友就和他白月光举办了婚礼,我隐忍不发隔天一朝,让他为我这十年付出代价。 我查出怀孕的这天,男友和他的初恋举办了一场小型婚礼。 他解释,他这辈子最后一个愿望,就是成为我的新娘。 那我呢?我算什么? 我终于明白,这十年如一日的等待和付出,根本比不过他初恋的一滴泪。 顾兮茨为新娘带上婚戒的那一刻,全场掌声雷动。 气氛热烈,他掀开了他的头纱。 我也终于见到了那个他曾经朝思暮想的人。 身披白色婚纱的江月,美得惊心动魄,令我自行惭悔。 全场起哄,亲一个亲一个。 江月也适时地点起脚尖,仰脸督唇。 他似乎有些犹豫,最后只吻在他的脸侧。 就在这时候,他看到了树下的我。 这是一场在医院举办的婚礼。 为这个向来肃穆的地方,添上了几分浪漫和温情。 而这个口口声声说着会爱我一辈子的男人,说要给我一个完美婚礼的男友,牵着别人的手,许下了一辈子不离不弃的诺言。 而我,只是正正站在原地,手脚冰冷,有风吹过,脸上一阵凉意。 这场婚礼,因为我的存在,被迫暂停。 那是谁呀?来干什么的? 总不会是什么抢亲的吧? 他和新娘比起来,差太多了。 所有宾客的目光,都定在我身上。 他们皱着眉,满脸不赞同。 好像我才是一个恶人。 是我阻止了这段完美的爱情。 江月也看到了我。 他微微醋眉,美得像一尊精妙绝伦的雕塑。 顾西茨神情慌乱,松开他的手,做事要来追我。 圆圆,我,江月拉住他的手臂,眼中含泪,看着我见游脸。 阿茨,这场婚礼不能没有新郎。 这个一向坚定冷静的男人,竟然犹豫了。 他看着我,身体却偏向江月。 我还在期待什么呢? 再等下去,不过是自取其辱。 他不会选我。 我转身离开。 圆圆。 顾西茨朝我走了几步,有人声嘶力竭地在他身后喊,跃跃,一阵兵荒马乱,他到底还是没追上来。 这一整夜,我都没有睡了,顾西茨也没有回来。 我们的聊天见面还停在那句,西茨,等你回来,给你一个惊喜,却没想到,是他先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。 在我查出怀孕的这天,我的爱人,牵起他人的手,步入婚姻殿堂。 我真以为他在出差,真以为他忙到连消息都回不过来。 原来,他是忙着结婚啊。 他让我的等待和惊喜,他让我做的这一切,都成了笑话。 那张怀孕报告单被我揉得发咒,没有必要了。 我遇到顾西茨时,他和江月刚分手。 事业和爱情,遭遇到双重打击。 而我的出现,就是那样的恰巧。 给了他慰藉,给了他鼓励。 我陪他从低谷到高峰,整整用了七年。 七年,后来他说他要娶我。 我以为他对我是感激,是愧疚。 可他说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的目光就落在了你身上,自那以后,再也挪不开了。 那一刻,我很难形容自己的心情。 他其实不知道。 在很久之前,他就在我心间落下了痕迹,是我,一直在追随他的背影。 而在这一天,我的暗恋终于开了花,结了果。 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。 我曾这样以为,我真的这样以为。 可江月的出现,打破了我的所有幻想。 不过是自欺欺人。 他从没忘记他。 等到天边最后一缕霞光消散,我终于决定离开。 刚收拾好行李箱,门外就有了动静。 顾西茨开门进来,一脸倦意,圆圆,那场婚礼做不得数的。 我静静地看着他,不至一词。 江月得了剑动症,他想当一次新娘。 这一瞬间,他的痛苦是因为我的不理解,还是因为江月的即将凋零? 我分不清,大概是后者吧。 他很少会因为我而难过。 今天,我去看他的时候,他穿着婚纱,要我陪他走完接下来的流程。 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,萦绕在他眉间。 圆圆,我没法拒绝,他快死了,拒绝。 他真想过拒绝吗? 婚礼上,他脸上的笑容,做不了嫁。 他娶到了年少时朝思暮想的人。 他曾经做梦都想娶了她。 我问,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? 我们去挑戒指那天吗? 其实,一切都有迹可循。 那天他接了个电话。 他向来冷静自持,更何况,这些年他的事业如日中天, 其实已经很少会喜怒形余色了。 可是那天,他突然心不在焉。 没眼间,有种我看不透的哀愁和焦急。 他说是业务出了点问题,得赶紧去处理。 我信了。 后来,他出了几天差。 回来以后,就时常发呆。 那段时间,我总是竭力逗他开心。 我真以为他遇到了棘手的问题。 我希望自己能为他分忧。 原来啊,他在为另外一个女人担忧。 我问他,那几天出差,也是在陪他吗? 他漠然不语。 他向来不屑对我撒谎。 可到底,还是为江月破了力。 我突然发现,自己似乎不认得他了。 可这张脸,沉静的眉眼,薄情的双唇,分明都是他的。 我自嘲地笑了一声,顾西茨,算了吧。 他没有应声,站在我面前,微然不动。 嘴唇抿得很紧。 他的喉结动了动,似乎有话要说。 却什么都没说。 我推着行李箱,准备绕过他离开。 他却拉住我的手腕,眉毛紧拧,声音哑然,圆圆,不要走。 我甩开了他的手。 我去了趟医院,做检查,然后预约手术。 刚到楼下,就撞见了江月。 他笑盈盈地看着我,大大方方介绍自己。 你好,我是江月。 他是跳芭蕾的。 体态也好,样貌也好。 我和他站在一起,高下利剑。 当年顾西茨事业失败,他却离开他,毅然决然出国进修。 或许人总是犯贱的,得不到的,总是最好的。 所以,顾西茨才对他心心念念这么多年。 而我这种赶着上前的,自然得不到他的珍惜。 我听阿茨说了,你是他的未婚妻。 他说这话时,仰着下巴,嘴角微微上扬。 满是得意。 他在向我炫耀。 未婚妻又怎么样? 他还不是陪他走完一场婚礼。 他还不是和他念完一生一世的诗词。 在他看来,我就是个笑话。 那场婚礼,阿茨应该已经和你解释过了。 我不想和他多言,嘴里又酸又苦。 他已经和我没关系了。 和一个将死之人争,我没有那么不自量力,也没有那么卑鄙龌龊。 他想要的,给他就是。 我快不离开。 江月似乎还有话要说。 追赶我时,却摔倒在地。 顾西茨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。 这样的状况,让他微微皱了一下眉头。 他连忙上前,扶起江月。 动作轻柔,好像怕稍微重一些,就会把他弄碎了。 他的目光对上我时,却多了几分灵力和责怪。 圆圆,江月是个病人。 是啊,他是个病人。 所以他就可以不解释一句,陪他一整晚,留我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。 直到第二天,才无关痛痒地说上几句,求我别走。 我从来没被他放在第一位。 我什么都没做,是你的妻子平地摔。 我咬中妻子两个字,语气嘲弄。 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,大概是因为我的态度。 对他,我向来体贴入微。 这些年,我几乎从未在他面前显露锋芒。 真是卑微的可以。 江月面带歉意,眼里的笑意却更深了,是我自己摔的,和圆圆没有关系。 阿慈,你知道的,有时候我没法控制自己的动作。 这一刻,我突然明白,江月生性骄傲,不屑于使用任何小手段。 他真的只是勾一勾手指,展露一下伤处,顾西茨就眼巴巴地凑上去了。 他对他愚情未了,也不忍责怪他曾抛弃他。 在生死面前,从前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? 听见他的话,顾西茨一愣,对上我的双眼时,欲言又止。 江月拿过他手里的橙子,语气轻松。 好了,你们一定有很多话要说,我先回病房,你们慢慢聊。 我这才注意到,那个被顾西茨包得干干净净的橙子。 来说个好笑的事情,我很爱吃橙子,但顾西茨不喜欢。 刚在一起那会儿,他带我和朋友聚餐。 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,这样的举动,让我安全感十足。 那时我并没有完全了解他的喜恶。 为了拉近和他的距离,我往他嘴边送了一块橙子蛋糕。 他一愣,紧闭双唇。 气氛有一瞬间的静默。 他的朋友们都看向我,手心有汗溢出来。 我下意识地想,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? 是不是我惹得他不开心了? 有人打圆场,此刻最不喜欢橙子味的东西了。 嫂子,你这都不清楚,自罚一杯啊。 气氛很快又热烈起来,可到底,我还是觉得失落。 之后,有一次醉酒,顾西茨才终于告诉我原因。 其实小时候,他并不抗拒柑橘类的水果。 他的妈妈身体不好,胃口向来不佳。 但他格外喜欢橘子,家里也总是背着。 那是个寒冷的冬天。 他最后给她包了一次橘子,亲了亲她的脸蛋。 说,在家里等妈妈,等你把这盘橘子吃完,妈妈就回来。 那天,他等到天边最后一抹晚霞消散。 等到雪越下越大,越过他的脚踝。 最后,他只等到一句,顾西茨,你妈跳河了。 他的妈妈,死在那个冬天。 等他再长大了些,他才知道,妈妈并没有多喜欢橘子。 只是他生病了,而橘子便宜,颜色鲜活。 妈妈的橘子,只是在生活和疾病的双重压迫下, 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。 他话语哽咽,后来,我再也不吃橘子和橘子了。 那一夜,他的眼泪滚烫,滚过我的肌肤,让我也流下泪来。 我知道,橘子会让他想起妈妈,会让他想起悲惨无助的童年。 所以后来,我基本也不吃了。 就连柑橘掉的香水,都被我藏在柜子最深处,再也没拿出来过。 直到这一刻,看到他手里的这个橙子,我才终于明白, 其实顾西茨已经强大到不需要避讳这些了。 只是我做不了他的例外。 只是他从不在意我的付出。 只是他并不清楚,我到底喜欢什么。 但他知道,江月喜欢橙子。 什么悲伤的记忆,什么难堪的过往,都可以为他的喜欢让道。 顾西茨看向他,面露担忧,需不需要叫护士。 他对他的关心,向来明目张胆。 江月耸耸耸肩,笑容明媚。 阿慈,我自己可以走回去的。 你们聊吧。 顾西茨这才看向我。 圆圆,你搬到哪里去了? 你,巨大的响声传来。 江月刚走出不远,又再次摔倒。 顾西茨话音未落,就转身奔向他。 我站在原地,看他满脸焦急,看他因为他手臂上的擦伤而直皱眉头。 他说,让你别自己来,疼了吧? 语气不重,想称怪,想调情。 他问,还走得了吗? 江月摇摇头,他就打横将他抱起来了。 他们朝着反方向离开。 江月摟着他的脖梗,扭头看向我,笑容灿烂。 得意的神情说明了三个字,我赢了。 他顾忌重施,很蠢,却实在好用。 胃里一阵翻涌。 我转身跑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,吐得昏天黑地。 过了很久,顾西茨才发来一条消息。 圆圆,你来医院干什么? 有哪里不舒服吗? 这句话,是不是来得太晚了点? 他昨天也忘了问,为什么我会出现在他的婚礼现场? 我摇摇头,自嘲地笑了笑。 然后,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。 顾西茨还是知道了我怀孕的消息。 张曼一脸歉意,圆圆,实在对不起,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训李超。 李超在电话那端却说,圆圆,你俩也有这么久的感情了,给慈哥一个机会吧,也给孩子一个机会。 张曼骂骂咧咧咧,从我手里抢过手机,对着李超破口大骂,顾西茨干的就不是人事。 也就圆圆脾气好,要是我,非得拧断他的胳膊,让他和江月双宿双飞,做两个甜蜜的残疾。 说来有趣,张曼是我的闺蜜,李超是顾西茨的发小,他们的姻缘还是我们撮合的,只用了两年就修成正果。 他们前几天领了证,还缺一个婚礼。 而我和顾西茨搓磨七年,最后却落得这种结果。 顾西茨还是来了,跑来的,满头大汗,一脸焦急,看到我还在手术室外,他的眉头骤然一松。 他一把将我抱在怀里,抱得很紧,像是怕一松手,我就不见了。 圆圆,我错了,你别冲动,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? 他身上有隐隐约约的烟味,顾西茨他爸是得肺癌走的,所以他很少抽烟。 只有实在烦闷的时候,才会来上一支。 这些天,他四处奔波,为江月寻衣问药。 都有人问到我头上了,他们旁敲侧击地问我,身体还好不好。 这些人还真以为,我能让顾西茨急成这个样子。 真是可笑,比烟味更浓的,是茉莉花的香味。 前几天在医院,我在江月身上,闻到了这股熟悉的味道。 我突然想起来,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二年,也是我们认识的第五个年头。 他的爸爸去世,紧接着,公司的资金链出了点问题。 那段时间,顾西茨整夜整夜睡不着。 我担心他的身体,让医生开了些中药熬汤,让他安安神。 之后,我特意请了半天假,为他煎药。 那天,我守着那锅汤。 等到很晚,却只等到一句,圆圆,我想一个人静静,出去散散心。 不用担心我。 过了几天,他才回来。 身上就带着这股茉莉香味。 原来那时候,他是去找了江月,去找他唯一的精神支柱。 更可笑的是,当我问他身上怎么会有这股味道时,他递给我一瓶香水,给你带的礼物,导购给我试了一下,我想你应该会喜欢。 他出去散心,还记得给我带礼物。 我以为,他一定很爱我,之前的不快一扫而空。 后来的那段时间,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。 他总爱黏着我,埋在我的井窝里。 可惜,直到今天,我才明白他的用意。 他并不是有多喜欢我,只是喜欢我身上的茉莉花香。 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,被他当成了江月的替身,一个拙劣的替身。 除了那股香味,我们毫无相似之处。 我从他怀里震出来,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 他正正地站在原地,捂着脸,有些不知所措。 张曼看着我,圆圆,你怎么,我捂着嘴,跑到卫生间。 我吐得厉害,像是要把心肝肺全都呕出来。 张曼递给我一瓶水,不停地拍我的背,帮我顺气,怎么吐成这样呢? 真是遭大罪。 顾西茨就站在门口,脸上流露出几分心疼。 几道红色的纸印,在他白皙的脸颊上,格外显眼。 我恨恨地盯着他,你知道你多让我恶心吗? 那瓶香水,是你特意挑的对吧? 和江月身上一样的味道。 他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。 刹那间,脸色惨白。 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,到底在想什么? 难道他自己不觉得恶心吗? 圆圆,你听我解释。 那时候是我不懂,我以为是那股味道让我安心。 后来我才知道,让我安心的是你。 圆圆,我是真的想和你结婚的。 我冷笑。 好啊,二选一,要么让江月滚出我们的生活。 要么,我们划清界限,从此以后,你再也别出现在我面前。 顾希慈神情一致,大概是真的在思考。 张曼嚷嚷,你还犹豫什么? 当然选圆圆啊。 你们认识七年,在一起四年。 这些你都忘了。 但顾希慈不这么想。 他话语难难,可是他要死了。 圆圆,他要死了。 他是个芭蕾舞者,却得了剑动症。 你知道那种绝望吗? 他这句话好像在嘲讽我。 江月只是失去了一条命。 我失去的,可是爱情啊。 多么可笑。 顾希慈,但你是我的男朋友。 你可怜他,可怜到娶他吗? 可怜到不顾我的感受,一次又一次地丢下我,奔向他。 你到底是可怜他,还是对他余情未了? 你自己分不清吗? 无数次以绝症为借口,来掩饰他的余情未了。 真是嘴硬。 顾希慈没有再开口了。 他只是攥紧拳头,攥到纸节泛白,却还没说出一个答案。 这时候,一道电话铃声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。 顾希慈掏出手机。 电话那端闹哄哄的,有人大喊,你快过来。 江月在闹自杀。 他不想活了,他顿时慌了。 而这时候,护士叫我进手术室。 其实,他已经做出了选择。 我笑着说,你去吧,别真的死了,到时候你得恨我一辈子。 被这种人恨着,也挺损功德的。 顾希慈看着我,目录哀求,圆圆,答应我,等我回来再做决定好吗? 我是孩子的爸爸,我们一起商量,我扯了扯唇角。 指甲狠狠扎尽手心。 这七年,就当是喂了狗。 又是一个电话。 那端催得急。 张曼恶狠狠地说,顾希慈,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? 他的神情,是肉眼可见的交集。 他大概是真的很怕,怕江月就这么没了。 张曼恨铁不成钢,江月就是个骗子。 他玩的这种把戏你看不出来吗?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? 顾希慈又不蠢。 他只是在纵容。 他只是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,江月会从高楼跳下去。 圆圆,等我回来,等我回来,我们再做决定。 我没说话,他又转而看向张曼。 张曼,我求你,帮我看着他,别让他进去。 张曼大骂,你自己看,你还是不是个男人。 我让他先等一等,然后拧开瓶盖,将树口剩下的半瓶水,全都淋到了他头上。 顾希慈,我们完了,别来找我了。 水珠,水珠,沿着他的脸向下蜿蜒,啪哒啪哒,滴落在地。 看着挺蠢的,水珠见到眼里,刺得他的双眼发红。 他正正地看着我,哑着声说了一句对不起,望着他飞奔离开的背影。 我觉得自己真是失败。 张曼气得跺脚,这个狗男人。 骂完,他问我,圆圆,你还好吧? 挺好的,我压根就没觉得他会选择我。 就算他选了我,就算江月彻底离开了我们的生活,我们也回不到曾经。 破镜不可能重圆。 进手术室前,我给他发了几条消息,如果你愿意,还会有很多人给你生孩子。 但这个世界上啊,只有一个江月。 我要他记得,这个孩子是被他和江月亲手杀死的。 我要他记得,他曾趴在我的肚子上,问我,圆圆,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? 是他说要孩子,也是他放弃了这个孩子。 杀人诛心,不过如此。 手术很快就做完了。 醒来的时候,李超也在。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,李超,我包里有两枚戒指,你帮我还给顾西茨吧。 反正这结婚戒指,也是随便挑的。 顾西茨当时想着江月,根本没用心。 这东西,我也不稀罕。 李超点点头,走了。 张曼坐在我身旁,圆圆,顾西茨不值得。 我知道,我怀孕的消息,是他故意透露给李超的。 那七年,要放下,谈何容易? 他以为,仅仅是因为江月的存在,我和顾西茨就有了误会。 可他不知道,他们举办了一次婚礼。 他也不知道,因为江月,顾西茨一次又一次地抛下我。 但现在,他完全清楚了。 李超给他发了个视频来。 张曼没有避开我,直接点开。 视频里,顾西茨将江月抱在怀里。 二人相拥而泣。 他说,我不想待在医院了,这里好闷,我不喜欢这里。 顾西茨说好,都依他。 他说,我想去看看世界,我想再跳跳芭蕾,我想,他泣不成声。 顾西茨连声说好。 他闭上眼,有泪从脸颊上滑落。 瞧,多深情。 命运对他们这俩苦命鸳鸯,可真是太残忍了。 看得我直犯恶心。 张曼给我看这个视频,意在逼我很下心来。 他这人,一向清醒。 刘院观察结束,李超和张曼一起送我回家。 刚坐上车,顾西茨就出现了。 他手里拿着我还的戒指盒,目光有些呆滞。 圆圆,你真的把我们的孩子打了? 张曼眉头直皱,别一副受害人的样子,这还不是你一手促成的。 我轻声问,江月呢? 睡着了吗? 要不然,他怎么会来? 顾西茨没回答,算是默认了。 我笑,如果你真那么深情,就和他一起死吧。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 因为这句话,他呆滞的神情有了一道裂缝。 痛苦、悲伤、愧疚都从这道裂缝里泄露出来。 他的双眼星红。 我没有再说话了。 下腹疼得厉害,就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。 张曼气不打一处来,破口大骂,把心腾空,后来住进去的人才会舒服。 这么简单的道理,你为什么不明白? 顾西茨,圆圆守了你七年呐。 那个江月呢? 人家抛弃过你,你还巴巴地凑上去,你是不是犯贱? 真心为了狗,晦气。 顾西茨没有反驳一句。 张曼要关车门,他却伸手扒住车门,圆圆,他会离开我们的生活。 张曼翻了个白眼,冷笑,刚刚不是还说,要陪人家环游世界吗? 得,这是骗完第一个,再骗第二个呀。 顾西茨,两个都想要,你挺贪心啊。 我要关门了哈,手家断了,可不好照顾你的老相好了呀。 顾西茨窥然不动,任凭张曼怎么骂,他也不肯松手。 李超从驾驶位下来,好言相劝,你赶紧走吧,你这是做得太缺德了,别逼哥们给你一拳。 顾西茨只是直直地盯着我,圆圆,刚刚那些话只是为了安抚他。 我会跟他说清楚的,他打开戒指盒,将其中一枚女戒递到我面前,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样子。 我们结婚,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 李超连连摇头,然后一根接着一根,掰开了他的手指。 顾西茨抖着唇看我,侯杰微微滚动,却没发出任何声响。 他眼里的哀求都快一出来了。 汽车启动,我看了眼后视镜。 顾西茨站在原地,长长久久地望着我离去的方向。 他决定抛下我的时候,就知道后果。 只不过做出一副哀哀的模样,来彰显自己的深情。 张曼顺着我的目光看去,吐槽,装尼玛的大情种。 后来的日子,我都在出租屋养身体。 张曼经常来看我。 他说,顾西茨天天缠着李超,问你的地址。 我都快烦死了。 我笑了笑,继续吃手里的橙子布丁。 后来有一天,我接到了江月的电话。 他约我出去聊一聊。 我欣然赴约。 到咖啡厅时,他已经坐在位置上了。 贴开我们的恩怨不谈,江月是那种会让人眼前一亮的女生。 他真的很美。 他说,这些年,阿慈承蒙你的照顾了。 我拨弄了一下头发,笑道,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? 像一个洋洋得意的小偷,明明知道是窃取了他人的果实, 不以为耻,反倒还沾沾自喜。 挺不要脸的。 有些话,还真是不吐不快。 江月搅拌着咖啡,脸上没有一点脑溢,感情的事情,和种菜可不一样。 我要死了,所以我丢弃了一切,都要找回来。 要怪只能怪,我给了你七年时间,你却还没抓住他的心。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,扬着下巴,笑容明媚。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,看来他真以为,他的死会令顾西茨的爱永久封存。 他会成为他胸口上的那颗朱纱质,无人替代。 我笑他天真,你都要死了,你还能抓得住什么呢? 如果你真有本事,就应该让顾西茨非你不娶,跟你跟到地府去。 江月,我知道活人争不过死人,可等你死后,你能保证他遇不到像你一样的月光吗? 顾西茨的条件有多好,他比我更清楚,相貌绝佳,资产丰厚,很容易招来源源不断的风蝶,江月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 我继续煽风点火,来猜一猜,你死以后,他会不会求着我回头? 他约我出来,不仅仅是为了展示他胜利的果实,他在害怕。 这段时间,顾西茨四处打听我的消息,还换了很多号码给我打电话。 这些,他一定都知道。 他找我聊一聊,是来试探我的态度,是来恶心我,让我彻底死心。 可惜,我早就没惦记那一坨东西了。 我勾了勾唇,说,如果我不回头,你猜他是更念着一个死了好几年的人,还是更喜欢时时在他眼前晃悠,却得不到的我。 我勾了一口咖啡,挺苦的。 江月,你比我更清楚顾西茨有多犯贱。 他对你,到底是爱而不得,还是情根深重? 他勾了勾唇,不至一词。 看来他自己,也摸不准吧。 跳飘亮亮地死在他怀里吧,没准他能多记得你几年。 留下这句忠告后,我起身离开。 他如同一朵日益凋零的玫瑰花。 在将死的时候,疯狂汲取他人身上的爱意。 来证明自己的存在,来彰显自己的意义。 挺悲哀的。 他们继续谱写他们跨越生死,感天动地的爱情。 和我再没有关系。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,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。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,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。 祝你幸福安康,万事如意。 同时欢迎您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